這已經不是我們當時期望的美好未來 在越來越緊張的中美與兩岸關係之間 我們都同意維持現狀追求和平是美中台之間的最大公約數 人民是國家的基礎 在追求和平的道路上 人民是我心中的底線 這一點現在不會改變 在未來也不會改變 時刻的民進黨完全指正 可是沒有完全的改變 政策沒有長期的規劃 只有短期的大撒力 現在民進黨政府的短校補貼 其實是我們向下一代提款 增加了下一代的負擔 政治應該落實在人民生活的補貼 政治不應該向下一代提款 政治也不是只有張登解裁 而不處理真正的問題 從這十年我一直相信 政治應該要負責 因為我們只有這一個社會 也只有這一個國家 當執政黨距離人民越來越遠 偏離進步價值越來越大 成為在野勢力的領袖 我有責任挺身而出 和大家義無反顧 拼命實力 我們的基本工作就是守護民主 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協助人民實現他們的願望 過去我也是人民進黨 我從來沒有想過 有一天我必須站在民進黨政府的對地面 不過為了這片土地的下一代 為了這個國家的公平正義 我必須挺身而出 當責任已在野以前 身為在野勢力的領袖 我決定緩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 實現未被實現的理念 淨足國家領導人 於是 我邀請胡錦翁委員 按我必須反顧 佩記詞 胡錦翁委員 是我們台灣民眾黨 現任的立法委員 畢業於美國跟英國的名校 他對於公共事務非常有熱情 曾經擔任青光仁壽 此戰基金會的執行長 在立委期間 他的優異表現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今年7月 來中華民國立法委員的身份 在歐洲議會 為台灣發聲 強調台灣的立場 我相信 他會是我們 一起為下一個世代打拼 一起贏下 台灣未來的堅定夥伴 在未來的道路上 我承諾 我們會用理性不實科學 帶領台灣脫離 藍綠意識形態的提到 我們會打造縫容社會 實現國家治理 我們一定會堅持 民意專業價值 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我們會積極解決人口委屈 改善勞動條件 延長義務教育連線 投資高等教育 守護醫療品質 落實居住正義 提升捷徑能源比例 確保能源供給穩定 建立產業韌性 杜絕在留子生 創造社會合學 國會區域侵犯社會主宅 實現財政紀律 用人格財多分打敗 秉持清零寢贈 愛民愛強苦的精神為人民服務 最重要的 民主是這個國家的資產 我在這裡公開承諾 我們領導的團隊一定會堅持 公開透明 全民戰爭 專業事件 我們承諾 這個國家的現在與未來 都在你們手裡 未來的50天選戰會越來越嚴峻 局勢也會越來越膠著 我在這裡 正式邀請台灣人民和我一起 開場一場屬於我們的政治改革運動 讓我們走進彼此的生活 瞭解彼此的聲音 確認我們共有的價值 讓我們從自己開始 把政治或是在人民生活的底邊 台灣社會的民主素養 與民主的信念 是我們可以專業治理責任政府的基礎 這個國家的未來由人民決定 這是民族的核心價值 讓民族團結我們彼此 堅定邁向一個真正屬於我們的未來 這一次我們不只要 贏回我們的國家 也要贏下我們的未來 我們可以看到柯文哲跟吳欣寅 已經到了現場 要來進行登記 也發表了一段談話 剛剛國民黨也宣布了副首人選 其實就是趙少康 現在也要舉行記者會 一塊來看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再錄音 和一面 和一面 一櫻 他 昂 旁